你找签箱字 行了 再见啊 谢谢啊 这些东西真的是 有风秀 谢谢 这个靠东西来 有一点味道 有一点绵长的味道 会有好好吃 下次再继续 来 准备 让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比赛现在开始 就是咸我能闻出来 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 直接用手在锅里头 抓来成一个大锅 你能把油豆腐变成臭豆腐 你俩咋认识的呀 插过架吗 黄晓鸣是你们班的 他结婚你们随了多少分子钱 到底是谁采取了谁的意见呢 问君能有几多愁 就剩几个钢伯在手里 这个上下去虽然不挨着呢 但是鲜明地表达了 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有几个朋友来北京啊 我请他们吃饭 花了不少的钱 结果实话是说 什么都没吃着 那管子除了好看 什么都没有 结果还剩七毛钱 真是 你说这个 本身自己就不富裕吧 还非这么横 真应了那句话 穷横 穷横 穷大 小二 你在干嘛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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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大厨 怎么称呼 我没见过您啊 我姓关 姓关大厨啊 哎呦 关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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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久违了 这关大厨长得真Q 看您在翻钱包是不是 翻钱包 别聊了 我跟你说啊 我要对您这个餐饮 进行无情的抨击啊 点一大桌子 量那么小 那口味又一般 大家没怎么吃 花不少钱 所以我今天就带了一达人过来 不用花太多钱 也能吃到那种比较穷横的菜 你好 姑娘 你好 你好 他叫魏雪瑶 魏雪瑶 为什么拉我手拉得这么紧 魏雪瑶 关大厨您在这边 好 这个二位今儿都来齐了 我特别开心 终于能让我以后啊 在想穷横穷横的时候 在朋友面前假大方 充面子的时候 能有几个横菜 所以今儿你穷横第一道菜 你给我们横一什么呢 横一个龙虾 龙虾 对 我是曾经在美国 大概是学习工作大概五年时间 那时候那你在那学习工作 这挣的肯定也不多呀 对 毕竟是个外国人嘛 是吧 对的 反而这种在中国卖的很贵的这种食材 在国外 因为它是偏离海边嘛 它非常便宜 逛那个当地的海鲜市场 然后就会发现 自己来买这个食材 它还是非常便宜的 比如说像我记得这种波士顿龙虾 6.99美金 美磅 所以说一直下来大概10美金左右 也就和人民币的话几十块钱 对的 朋友呀 或者说男朋友想吃一些比较好 比较有氛围 比较浪漫的菜 然后呢 我就想出一个办法 就自己去买 然后自己去琢磨 然后自己来做 哦 对的 行了 穷横穷的故事聊得差不多了 我们这儿呢 主要不是以聊天为主 接下来你就料理你这个 好的 我还得更正你啊 一边坐 咱们一边聊 刚才他说在中国贵 实际上不是 国内呢 绝大部分内陆地区啊 不盛产龙虾 所以运输过程当中成本高啊 好 我来 像这个熬钱这个位置 怎么处理一般 一般我们要瞧一下 让它入味 蒸的时候 跟你蒸的透一点 这熬钱就是这么处理 接下来咱们就要主要处理 这个整个的这个龙虾了 对 然后我们这个龙虾 已经处理好了 首先要做的话 就是因为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这种小的钳子 那么我们就要用剪刀 把它一点点给剪下来 虽然有点残忍啊 然后我们剪完这些钳子以后 就是说要处理这个虾的虾塞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有很大一个壳 掰开以后的话 就把里边的这个 它的塞啊 背啊 全部处理掉 你现在这个掰开了吗 对 这个已经处理好了 你可以大家打开展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大家还要注意点的话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虾脑 对 虾脑这是好东西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先拿出来 等我蒸的时候 要重新再放回去 我看看二线脑 你这个上面里边 这个是放的醋吗 没有 现在没有任何的调味 这就本身虾脑里边的 这个汤是吧 对的 我第一次吃这虾的大脑这么大 那虾是不是挺聪明的呢 不是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开始蒸 然后我们放一个盘子进来 盘子进去 也是防止在蒸的时候 汤汁会流出来 然后在烧水的过程中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我们这个虾怎么挑 就是我们一般去这个超市 买这个虾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虾会这样卷起来 那这个虾就比较新鲜了 如果是你拿了它为精神的那种 大了呢 对那就是死的了 我们会用一个牙签 往这个位置扎一下 它会把喷水出来 那个叫虾尿 那就比较新鲜 就这几个关键点 下面的话 我觉得这段时间 也可以准备一些配菜 一个是大家可以介绍看一下 这个叫樱桃小萝卜 然后这个的话 今天它这个龙虾会有点腻 所以说我就用了一个酸甜口 等会我们可能会用醋跟白糖 把这个腌制一下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种配菜 就是做豹子小甘蓝 豹子小甘蓝 其实就是像什么 小圆白菜 对的 就是缩小版 好 你就开始给大家料理 好的 不行我帮你切了 这改划刀是吧 对 好我来 对 大厨我们两个来帮你 这个小魏呢 今天唯一你唯一的女孩 所以你给我们少见就可以 对 我们在切的时候 你就要求 我就写 对 因为我现在最大的这个特点 就是刀法 特别的 我看出来了 你的刀法非常精准 每一片都均匀 对 那你确实够业余的 这样我们三个分工很明确 我和大厨呢来切 小魏呢来蒸 我们现在水开了 把这个虾脑也处理一下 那我们先把这个放进去 龙虾下锅 两个龙虾爪呢 我们一块摆好 来 你垫垫点 好 把这些小的钳子也放进去 钳子也要放进去 穷恨的菜就不能浪费 穷恨的菜不能浪费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腌制 好吃 所以小魏做菜 特别官方的介绍 我们进行一个腌制 你就是跟回家一样 这是白醋 我还没见过白醋 这样这个非常简单 就是说这个配比的话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数量 数据 所以说我们就是调制好以后 就是把它放在冰箱里 或者说像平常的话 就放在旁边腌制一小会 让它入味 那么最终是作为一个配菜 那么我们现在先放在这旁边 来做这个汤汁 现在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锅给热一下 好 官大叔这炉虾差不多了吧 看下颜色就知道 好 我来看一看 然后把这个黄的化开 OK OK了 可以把盖子揭开 不用滚了 它炒好了以后放进去 好 炒清楚 我一般会加一些水 有水啊 我们这儿有水啊 再来一遍 好 再来一遍 总会我们因为有个胶汁 所以说可能这个水 还要稍微再多一点 没过这个青豆 OK 这个汁做好以后 我们就把它放在旁边 焦龙可以出海了 准备焦龙出海 来 拿这个大盘 给我端着 好像先要 不要躲小魏 给我端着 来 焦龙出海了 你就放在上面 那个是摆盘子 那个是摆盘子 哦 我得接着 好 谢谢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把这个焦汁给盛出来 把这个青豆 还有蒜蓉给盛出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也放在一边备用 最后一步骤的话 就把我们这个配菜 用拼命锅把它煎一下 用油吗 希望用黄油 黄油呢 你就用吧 可以多放一点黄油 少油少油 虽然小魏健身 但今天呢 主要吃的不是你是我 所以可以多放一点 每次黄油放多 总有种罪恶感 没有 不是所有人都健身 谢谢 然后等我们这个油烧开以后 把我们这个 就是可以分开煎 也可以一起煎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 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但是两个可能熟的时间 不是非常的一样 其实他选这两种蘑菇 做这个西餐 当中用的最多的就可以 非常常见 包括奶油 蘑菇 汤 我们说基本上都是口蘑 和香菇 口蘑是用的最多的 对 像西洋餐当中 这个汉堡之类的 香菇用的也非常多 来帮大家煎 好 谢谢 可以吗 可以 我们就是说 也是保证这个甘蓝 它的两面 就是这个煎到 我觉得蘑菇可以了 对 好了 非常精细 嗯 很严谨 我觉得这可能 跟我本职职业有关系吧 因为作为设计师的话 就会比较讲究细节 还有一些摆盘上的 就是你对这个呈现出来 那个美感 对的 至关重要 那么在这里的话 我们开始进行 我们的最后的一个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工序 就是摆盘 说到这个穷横穷横吃饭 要说到吃这个龙虾 这龙虾呀 大家别觉得 哎呦好像很奢侈很贵 这些食材也买得到 大家何乐而不为 我们在家穷横穷横 也挺好 然后我要当时等会浇汁 它更入味一下 我们把这个中间背部 这个汁是吧 是那个轻皱的 现在这个龙虾的主干部分 可以摆盘了 然后你就用大钳子给它 好 到了啊 好像这龙虾 用手拖着一块 龙虾肉啊你 你尝一尝 好 这个龙虾的这个钳子呢 也展露出来了 求工的晚餐 我们不要浪费 对 像大家呢 就北 我们比较常见吃法 有朋友说 这期我不愿意糟蹋 再来上一点姜蒜汁 一锡仓 你说这中菜 中西合璧 巧夺天宫 好的 就可以配菜了 对 这里的话 我把这个蒜蓉酱汁 给它放到我们这个 就直接往里一倒 来一个 蛟龙出海的时候 蛟龙出海就得带点霸气 哎 你看 这蛟龙出海 太太乐调片 喊您回家吃饭 同时 太太乐调片 邀请您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能够了解到 这么好吃好看 穷横穷横的 大龙虾 蛟龙出海 究竟是怎么做的 这个锅烧开的时候 上我们这个蒸锅来蒸 大概时间在10到12分钟 樱桃小萝卜 这个地方做一个酸甜口 酸甜口的话 也可以解油腻 将龙虾拿出以后 把这个肉给掰开 这也是我要浇着的时候 可以使这个汁更好的入味 我来切 我来切 今天就任务浇给 浇给我 这擅长 好像挺结实 来 二位您再切 我这实在是切不下去 我先尝尝 我先一尝为快 怎么样 虽然小魏的汁浇的有点少 但是用黄油煎过的香菇 配上这龙虾肉吃 完美 优秀的关大厨 给我们做个最终的定论 配上菜更好吃 蔬菜的汁 然后搭上龙虾的鲜 这个感觉非常好 下次也可以在你朋友面前 录一首了 大欢赞熊横熊横 好 谢谢 谢谢小魏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蛟龙出海 以完美收官 接下来的时间 您给大伙带来的这道菜 还叫做牛甘菌焖鸡肉 来 咱把台面收拾收拾 公请牛甘菌焖鸡肉 转眼前 咱们这个关大厨 还真是有备而来 您给大伙都说说 这种有几样 还真是不太熟悉和认识 这个就是牛甘菌 这就是牛甘菌 对 好 然后这个是皱皮椒 我们会在里面配的颜色 皱皮椒 好像在北方 这是什么地方的菜 这是只有云南有 这个皱皮椒 它是在现在全世界 皮最薄的一种辣椒 但是味道更好 味道更好 然后这个是那个红糖 干蔗 干蔗红糖 干蔗做的红糖 明白了 我听说云南有种叫古法制糖 就是这个 这种 百文不如一件 那这里对这个鸡肉 有什么要求吗 鸡肉的话 三黄鸡是最好的 就嫩一点 下面我就开始 开始 大厨一出手 就只有没有 在做这个鸡肉的时候 有一个小诀窍 就是骨头的吃的都 连骨头就把这个鸡肉 焖酥了 哎呀 你看这个 所以说我们在 鸡肉的时候 就有个小诀窍 一定要刀背拍的 不是给它煮的酥了 是给它拍酥了 当然了 大家说 这个鸡的骨头呢 稍微煮一点 也是很好的 对补充钙质什么的 也有防处 盖刀了 对 咱们是切成鸡块啊 鸡块就OK 鸡块 好 非常简单 鸡肉就砍好 砍好喽 已经切好了 下面咱们切这个 牛干菌 其实我从这儿闷得到 牛干菌这个香味啊 很香 很鲜 因为我们做焖菜的话 牛干菌要切厚一点 大概一厘米厚 明白 这个牛干菌 在我们云南 就属于那种 家里面可以吃 对 每家都能吃得到 只要上山就能采 对啊 有一首歌 采蘑菇的小姑娘 采蘑菇的小姑娘 背着一个大竹框 请早逛你的小脚牙 左边手里喝上干 蓝的洞 左边手里喝上干 左边手里喝上干 腊肉 云南腊肉 对 楚雄腊肉 香味比较浓一点 像楚雄的话 也生活着哪个民族最多呢 乙族 乙族 火把节 乙族 对 有一首歌 叫爱的火把节 变亮的契约 对 然后还有这个 青蒜 这个的话就是 出锅的时候放的是最好 说到云南呀 我现在脑海里飘着的 全都是美景 苍山而海 大理石林 香格里拉 哎呀 太棒了 那地方 你看这食材配出来 这颜色 看着就想吃 我也是 我平常工作 可能因为工作性质嘛 云南去的特别多 特别多 一年时间大概去的二多次 所以每次发现 只要老板让我去云南出差 我就特别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好吃的太多 而且云南呢 冻植物也非常的丰富 在云南你看 到了板纳 能看见大象 还有很多非常珍惜的 像颠金丝猴 我再给配点这个大蒜 蒜在这个菌类里面 我们是百搭的 必须有这个大蒜 大厨呢 透露的这个细节 叫做 做菌类 一定要有大蒜 为什么 去毒 去毒 能检测出它 牛肝菌 跟这个大蒜在一块炒 如果大蒜变黑了 或变颜色了 那这个菜我们就不能吃 不能吃 因为它有毒 大概的配料就是这些 真漂亮 开始操作 好 那接下来咱们就欣尝一尝 美食的舞蹈 好的 到我们有油温的时候 就可以下入这个鸡肉 大家注意啊 油热了之后 关火再下 看着就好吃了 然后我们再开火 火可以稍微小一下 它最容易的话 就是那种八锅 所以要不断地翻炒 好像已经闻到香味了 然后这个环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个 腊肉 腊肉 也可以一块下来 上次我忘了 我们注意到什么菜 那个大厨上面点醒我 说这个大肉啊 就是我们说猪肉 和鸡肉的结合 能让这二者 一个更香 一个吃起来更嫩 煎到它鸡肉 不会扒锅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下其他东西 慢慢地 一定要把它煎火 香料 蒜姜 蒜姜 香味就出来了 这个牛干绝 我们煎到什么时候 就是感觉表面是有点 起皱纹的那种感觉 那个时候就熟了 一定不能说 你看它比较光亮 特别漂亮那种 你看像这种光亮那种 那这个就是没熟的 接着煎 这个时候就 我就会把红糖放 哎呦 你把红糖 加一点点水 看颜色不够的话 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点辣醋 就是每当一个厨师 他在这个时候 在这一家的时候 证明之前 他的操作当中有失误 对 好的 慢慢地收汁的话 用那个汁挂上去就行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稍稍给一小点这个身份 好 身份 直接拿手 就是直接往里面放 对 不用调 哦 所以说不需要用水来调开 比较特色 有水的话 它就可以直接融合在这边 哦 这个颜色现在也是非常漂亮 嗯 好 这个环节就是 它比较冒大泡泡的 嗯 咚咚咚响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加入这些配色的 嗯 五颜六色的 对 慢慢地就把它那个汁收了挂着 哎 这个腊肉 在翻炒过程当中 晶莹剔透 好的 这套菜就完成了 好 来 装盘 菜云之南 梦开始的地方 啊拉的登 呗的登登 迫不及待了 好的 啊 让大家看着就想吃 既然看着就想吃 太太乐天儿品 喊您回家吃饭 同时 太太乐天儿品 还邀请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学学吧 这菜啊 怎么做的 按鸡肉的时候就有个小诀窍 一定要刀背拍 做出来鸡肉比较有燃 比较有营养 一定要制锅 会先下一点油在锅里边 不然的话容易拔锅啊 最后的话 我们会加一点水 大火收汁 大概汁水收得差不多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下一点粥皮椒 蒜苗 上点颜色 先来看看这个腊肉 是不是很美 像什么 你看这个油挂在上面 像什么 你第一次到四川什么感觉 全是辣椒 我那个那个好辣 法国人的那个优雅的迟到 她早早的到 我迟到了四个小时 永远不相信两口子不吵架 除了是喝一口再说 丈母娘看女婿越快越欢喜 这个女婿看着欢喜吗 就是看中 迟疑了一下 他们老觉得我们应该跟孩子说普通话 然后可能我在房间里面听到 我大喊一声四川花 亲呐 慢一点 丈母娘爱女婿 让她越吃越出汗 但就像个垃圾桶 真的 比赛现在开始 就是咸我能闻出来 我在家里都不用刀的 直接用手在锅里头抓来成一个大锅 你能把牛豆腐变成臭豆腐吗 你俩咋认识的 插过架吗 黄晓明是你们班的 他结婚你们随着多少分的钱 到底是谁采取了谁的意见呢 琥珀更像一块什么 大家说更像块什么 腊肉 我尝一下这个牛肝菊 真的是非常的滑嫩 然后再尝尝鸡肉 这个鸡肉根本不老 我也尝尝一下牛肝菊 因为这个贵 今天做的这个龙虾 波士顿龙虾 还有这牛肝菊焖鸡 那都是穷横穷横的菜 配着穷横的菜 我现无一支 月光下的冒尾竹 白杨净 开始准备啊 月光落下面的 红薇猪油 真的是恐惧了吗 美丽又像绿色的乌油 还说来了 哦 谢谢观看